本港疫情今日有所回升 总共有19宗 本地个案占了11宗 其中3宗经有全民检测找到 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 谢兴儿回答 确诊个案连续4日双位数 本地个案维持6日单位数之后 亦再次回升 有11宗 3宗源头不明 全民检测合共找到3宗个案 其中一个52岁的男人 住屯门山景村景榮流 平时在北区做派递工作 他星期四在大埔体育馆 做全民检测 他的两个家人都有参与检测 一个确诊 一个就初步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说 他上个星期日 曾经同一个确诊者 去深水保福华街 万法海鲜菜馆吃饭 同行还有一个人 已经被送往检疫 中心追踪早前确诊那个患者的时候 对方并没有提及饭局 始终都是靠人的记忆 不记得或者有时会漏了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尽量希望他们可以记得 比如说他有些相片 或者有时现在的人吃饭 或者和朋友聚会的时候 都会有些记录留下 那些可以帮忙找到 全民检测还找到一个 47岁的印庸确诊 他和雇主住在 丽景纪律部队宿舍第二座 平时多数在家 会去美孚新村街市买菜 旺角围景酒店也新增一宗个案 各87岁的伯伯 和早前确诊的住客住在同一层 这一层累计有五个人中招 外地输入个案就有八宗 五宗是由印度返港 另外三宗都是菲律宾来港的外傭 他们和五个早前确诊的菲律 曾经在当地宿舍同住 明天是全民检测最后一日 累介採养人数超过167万8千人 化验了160多万样本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 如果计算卫生署和医管局等 检测量已经达到300万 郭永音部罗 全民检测最后两天 阳性比率大约0.00016% 相比高危群组检测 阳性比率有0.02%低很多 聂德权解释 数字低是因为疫情放缓 但就说每天源头不明个案 仍然有四成 证明仍然有隐性传播链 被问导致员 如果放在高危群组 会不会比较有成本效益 聂德权说要整体地看 在卫生署和医管局所作的病毒检测 总共我们现在做了超过100万 高危群组过去差不多两个月 做了49万 今次我们在短短14日之内 我们做了超过160万 所以加上来说我们做了超过300万 能够可以短时间内做到一个这么大的数量 肯定对我们去了解和控制疫情是有帮助 中山纪念馆汽膜实验室的内地检测人员访问时提过 为了应付检测 要8个小时不吃不喝东西 还要用尿片 负责检测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玉解释 因为有员工担心 随同穿保护衣会增加风险和浪费时间 敬业的精神是很值得尊重的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人手问题 个别的人可能会这样做 如果人手松动就应该不需要这样做 这个情况是不理想的 没有理由做一个8个小时的工作 作为关心员工的没理由不安排他适当的 来休息或者去洗手间 不要说吃东西 陈医生 这些员工是自愿的 我们是完全有安排 我们安排了所有去洗手间 地监 休息有食物 宵夜 什么都有 我想他是表达他们那种投入 希望尽快完成检测 聂德权说社区检测完结后 高危群组检测不会停 《有线电视》记者 郭永恩报道